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归河南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王上元 对 我们也刚成家 我老婆的意见也很重要 对于他来说 他也很尊重我的意见 毕竟这是我的事业 我选择回来后他也很支持我 他更多的也是给我祝福 希望我再见业一切顺利 刘洋的时候踢过前锋 在恒大踢过后腰 边前卫 边后卫 你自己感觉哪个位置比较适合 王上元 我之前一直踢中场 我感觉中场的所有位置 我都可以踢 中场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位置 平常对建业关注多吗 建业队中有熟悉的人吗 王上元 首先建业是家乡球队 其次队中有很多小时候的队友和对手 阳阔 陈昊 王飞和中进宝都比较熟悉 小时候面对面一起踢过球 虽然没有在建业踢过球 但是这些小伙们从小都认识 也比较熟悉 对张外龙主教练的印象怎么样 王上元 张指导的带队实力 无庸置疑 在青岛和重庆都有很好的战绩 包括在建业 三轮拿了7分 自己要尽快融入球队 发挥自己的特长 理解教练的意图 上半年比赛机会不多 感觉自己存在什么问题 王上元 各方面原因都有 首先自己的能力还需更一步提高 主教练更换 球队打法发生改变 每个教练选人用人的标准不一样 不管怎么样 下半年来到建业还是很开心的 比赛是第一位的 希望尽快找到自己的节奏